成年人一般上在40岁以后 肌肉质量每况愈下 行动能力变差 甚至连带影响身体的免疫力 成人奶粉品牌Anshurgo 推荐全新的配方奶粉及饮装 宣导人们维护肌肉质量的意识 来看一则商业咨询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都很快 但跨过不惑之年的人 睡眠不论多少 容易感到体力透支 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这个情况很可能是身体肌肉流失的一记警钟 而且不少人都是后知后觉 肌肉质量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的 很多时候我们体力的流失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肌肉流失的一种迹象 肌肉其实对我们的能量 还有对我们的体力 还有日常生活 作息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它能够维持我们的健康 以及保持活跃的生活 为了宣导人们维护肌肉健康的重要 成人配方奶粉品牌 Ansego 今早举办线上论坛 并推介全新的配方奶粉及饮装 鼓励人们补充营养 避免肌肉机能 随着岁月而流失 有着特别的行为 泽他能够通过 减少的胸 像脂肪肌肉 这些胸肌肉 也有限制性 有着胸肌肉 或者其他身体的脂肪肌肉 以后 脂肪肌肉 脂肪肌肉 还有肌肉 内肪肌肉 除了胸肌肉 甚至胸肌肉 也有着胸肌肉 也有着胸肌肉 例如胸肌肉 也有着胸肌肉 也有着胸肌肉 大胸肌肉 肌肉机能与个人的体力、免疫力息息相关 肌肉质量的下降,任何人都会更容易染病 因此想要保持良好的体魄 维护肌肉健康成了每个人的必修客